国家副主席习近平29号在北京会见了来华出席首届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肯尼亚副总统穆希约卡 习近平说中肯两国建立了高度的政治互信 双方高层互访密切 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相互支持 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着良好的沟通和磋商 中肯经贸合作发展迅速 2011年两国贸易额同比增长33%达到24.3亿美元 截至2011年底中国企业再肯投资2.5亿美元 两国在人文教育旅游等领域的合作势头良好 中国复肯游客2011年达3.7万人次 中方对中肯关系发展取得的成就表示满意 习近平希望两国进一步增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 不断加强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合作 把中肯关系和中非关系提升到新的水平 穆西约卡说肯尼亚政府真是中肯两国传统友谊 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肯经济发展所给予的宝贵支持和帮助 将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并在涉及中方重大关切和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 欢迎中国企业富肯投资 中共中央政策局委员 北京市委书记刘奇等参加了会见 谢谢大家